雙眼像童靈 膚瘦如柴 千斤暴县 被成龍追了八年的米雪 甚麽成這樣了? 日前 米雪現身朋友陳秀朱家裏 他留著齊樓海 戴著眼鏡 都遮不住石大的雙眼和眼過紋 米雪是筋是眼嗎? 在他從業幾十年的生涯中沒有帶過眼鏡上舞台 看來香港美人也逃不過歲月的初陀 有了老花的困擾 68歲的米雪 經歷兩段愛而不得的感情後 辜負十三年 晚年靠著過外相宴 頻繁勞勞金過日子 然而這樣的生活 他原本可以改變 卻執意如此 讓人好奇 米雪到底怎麽想的? 1976年 金融的社《雕英雄傳》第一次被改編成電視劇 入圈四年的米雪被損賞 作為女主角黃蓉 米雪初中就著學看這本小說時 裏面的字很多都不認識 一點文化基礎沒有演技也清實 但導演卻看上他那張嬌潮的臉蛋 便直接定下他做女主 米雪看在前的份上 克服的學習就連舞打戲 他也是親自上場 然而真正到了開拍的時候 導演看到他的舞打戲 直接怒斥他 你都練了些什麽 怎麽會這麽難看 當時的他 當著全劇組的臉被導演怒斥 心裏又委屈又不服氣 辨別處棄疑 又加強訓練兩個多月 弄得自己混身都市語稱 才終於達到導演的標準 一年後 第一版的射雕英雄轉上映 米雪戴紅戴子 成功助上首個百萬修士律女主的地位 武林愛史神雕俠女 雪山飛湖神雕俠女 十多部佳作 這些大家所屬之的舞俠作品中 米雪都有參演 80年代初期 米雪火片香港 一年拍攝雜誌都達到兩百多本 大街小巷都是他的海報 當年的他 比趙雅芝都要紅火 就連林青霞 張曼玉等人 都還未曾有他那樣大的名氣 沒想到 在事業正紅火時 他會遇到成龍和穩志強 徹底打亂了他平穩的生活 射雕英雄轉紅火後 米雪接下好幾部武俠作品 他並未想過做舞打女星 但他接下的都是一些合女角色 必須去學習武術 在偶然機會下 他結識度剛入圈不久的武術演員成龍 此時的成龍 往視小新人一枚 在圈中地位很低 他隨視武術演員外 還擔任著劇組武術指導的工作 成龍是血氣方剛的年輕小火 那女能抵抗著天天近身教導米雪武術呢? 米雪的溫柔 細心 大芳無不牽動著他的心 漸漸地 米雪身邊有了成龍的身影 他給他買飯菜 送他回家 陪他去看日出日落 他心笑不酸 他愛於事業 一直沒有接受他 成龍暗戀米雪多年後 他終於靠著醉拳火鳥 剛成明 成龍變高調的買鮮花告白米雪 米雪早就知道他的心意 見到他走紅後 依舊追求自己 他以為自己遇到真愛 便答應了 可惜的是 成龍事業跟開掛了一樣 自從演了最拳後 一部又一部的電影走紅 他徹底在圈中站穩腳跟 等到他的身邊 圍繞著無數的合作女星時 米雪也被遺忘 米雪真不甘心的找到成龍 成龍直接大戲的 買了10萬元的跑車送給他 對於成龍來說 米雪這個女友 一心一意的愛著他 哪怕是知道他背叛 買點昂貴的東西紅紅就罕了 事實證明 米雪真的被成龍的寵愛吸迷惑 一邊糾結自己要不要和別人分享愛人 一邊又自開自探生不住愛人的心 成龍默默陪伴他半年 等到他回眸停留時 他卻變了心 戀愛兩年 成龍去了好萊塢發展 米雪想要跟著去 他卻以以地他鄉 生活不便拒絕他 等成龍到了好萊塢後 卻和等禮君臺妹不斷 徹底遭受背叛的米雪 一怒之下接下了 從影十餘年裡 穿著最清涼的作品一脫求生 影片裡的米雪 嬌味又可人 但他眼神裡的光卻消失了 戲上影後 米雪的形象大毀 事業遭受重創 很多以前合作的導演 都不敢讓他去拍戲 害怕遭受非議 事業和愛情都無聊 米雪痛苦不堪 直接宣告此生不結婚 愛情太傷人 他一直都是受害者 27歲的米雪 被很多男性負相追求 但他身邊卻有一個 趕也趕不走的男人尹志強 在錯的時間 遇到對的人 這是多安可悲的事情 米雪被成龍傷害後 已經不相信愛情 因此對於尹志強的追求 他不是一故 尹志強從未想過放棄 哪怕是被拒絕一次 兩次 無數次 他堅持了將近十年 才徹底打動米雪的生 兩人同居到一起 可面對對方的求婚時 米雪依舊抗拒 他表示沒有愛情了 就算是有結婚證 也於事無保 尹志強肯重住他 他想要怎樣的生活 他都醫住他 可命運就是那麼無情 在他習慣他的愛時 又面臨著永遠失去 1992年 尹志強拍戲時 因突然發病被送到醫院 米雪親自陪同檢查身體 卻得資料一個最壞的消息 患癌 米雪不敢相信 他感覺心中有一塊大蛇頭撿下來 強引住心痛 他安慰鑽男友 醫學那麼發達 一定可以治癒的 遲遲之後 米雪就放下事業 全心全意的照顧鑽男友 一直到男友的病情穩定後 他才重新回到娛樂圈打拼 然而 男友的病一直反反覆覆 需要花費大量的前治病 無奈之下 他只好含身如虎的拍戲 為他繳納高雅的醫療費 那個時候的米雪 被尹志強家人都要用心 他大半夜拍完戲 還要回家熬通 趁熱的時候 就送到醫院吸尹志強喝 期間 尹志強提出過好幾次分手 米雪都搖頭拒絕 他說自己不會拋棄他 可惜的是 他的精心照顧 隻碗留住了尹志強18年 2010年 米雪在沉重的悲痛之中 送了尹志強最後一程 重複令到親自辦完葬禮 他掩然把自己當成尹志強妻子看待 所有去悼念的親戚好友 都稱呼他為尹太太 沒有結婚證 米雪卻做了半生的尹太太 多年後 米雪被傳出和尹志強舉辦了名分 米雪搖頭表示 他們的愛情已經超越時間 生死 不需要這些愛在的形式去證明 尹志強離世後 米雪被很多的負相追求 他可以選擇更好的生活 但他卻堅持獨居 身邊的親戚朋友 都在勸他走出上一段感情的陰影 米雪毫不在意的回答 我不排斥新的伴侶 他從未排斥開戰一段新的感情 何他已經把心封閉 別人也走不進去他的心 不過奇怪的是 米雪曾在一個節目上 被問到過去一段段感情時 都會一一回答 但是一問到流從人的時候 就顯得十分被懷 米雪與流從人的關係 究竟是怎樣的 當年人人看好的 仍然憑Cp米雪和流從人 為什麼最終沒有走到一起 相信很多網友 都會有各種各樣的疑問吧 幾十年走過來 也許二人曾再一起過 可是最後發現 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 最適合彼此陪伴二人 走過漫漫人生的那一半 並不是對方 愛情就是這樣 愛的人並不一定能走到最後 你永遠不知道 誰會陪你走完這輩子 當時有人問到米雪 是否跟流從人假起真做的時候 米雪的回答 就顯得有點應付的感覺 他說自己尊重流從人 跟流從人之間 事亦施亦有的關係之類的官方話語 流從人在公開場合 和接受採訪的時候 也不談米雪 或許就像米雪一樣 也不願回應這層關係吧 有人說二人是在刻意避免 這位料不被大眾所廣泛關注 其實私底下關係親密 但事情的真相 只有當事人心裡清楚 或許他們之間 真的發生過什麼不為人知的事情 但是當事人不願意說 愛人更是無從得知 當然還是有很多粉絲朋友們 希望兩人能夠繼續走在一起 拍攝更多更好的作品 不過話說回來 從穩至強離世後 米雪折下大量的戲 從當初的女一號 逐漸變成女二號 女生號 無名配角 她忙碌於自己的小世界女 似乎很開心 花毛白日紅 是她早就了到的結局 68歲的米雪 早就沒有往日的風光 只要有人吸錢 找她拍戲也好 去商演也好 她都一一接受 因為她知道 自己的晚年 需要用錢去支撐 之前 很多網友拍攝到米雪穿著大紅衣服 再各大商演類出現 而她的捍衛也肯現實 別人吸紅包時 她並未拒絕 而是滿臉笑意的接下 就像是一個肯缺錢的人一樣 大家嘲諷她 紅了半生 怎麼能把日子過成這樣呢? 可實際上 米雪不偷不搶 也沒有想著 靠誰過光鮮亮麗的生活 她是憑藉自己的能力去贊錢 又怎麼會丟臉呢? 一個人生活 偶爾和朋友相聚 依舊熱愛表現 這樣平淡又忠實的生活 或許才是她最好的結局吧? 米雪曾被主持人問過 有一天過氣了怎麼辦? 她當時很坦然的回答 沒有關係 因為她飾演的角色 會被觀眾看一片又一片 現在的米雪 早就看淡了所有 她現在想的 是無憂無慮的過好自己的小日子 愛人的非以聲也好 嘲諷也罷 她都不會再去理會 前段時間 有人再過外偶遇和米雪偶遇 68歲的她狀態很好 面對粉絲也是十分熱情 伴隨著時間的推移 一節事物都會消磨桌盡 但米雪身上那種對拍戲的執著 對生活的意外 卻再影響主一代又一代的觀眾 或許這才是一名演員的真正意義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 歡迎點讚訂閱加轉發我 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